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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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嘛更捡垃圾的一样 你啊 你才跟捡垃圾的一样 啊 啊 我今天去别的生产队 去背柴去了 你还不是捡垃圾 然后睡袋睡袋就收了一点 你这个农产品回来呀 你好好的卖大楼不行吗 不要去背柴 背柴能赚几个钱啊 你傻不傻 你才傻呀 啊 卖腊肉 你不背柴 你拿什么熏腊肉呀 腊肉是必须要用木柴明火 慢慢熏的才好吃啊 你知道吗 好 好像也对啊 熏腊肉必须用柴火 呵呵 你才傻吧 快快快 把堆放下来 来快点 我帮你 我自己来 我帮你 你干嘛 我帮我 没事没事 没事 你那些其他东西没事的 你是 你怎么把这货看得跟宝一样 你真的是 不然呢 这 这 这一点点都花好 我多少钱了 你以为 好好好 我拿紧 快 我扶你起来 没事 先起来 我慢慢紧 没事 来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嗯 干钱了 哎 妈妈 干啥 还有什么事啊 你要跟我说什么啊 你最近 呃 最近 有没有点钱啊 嗯 我有钱啊 怎么了 你 是不是福建公司那边股东 所以你要钱了 还是说 还是说就是你 你之前 不是你有家人 你家人不是有帮你垫付的吗 是不是他家里人 我你要了 可以要了 是不是说现在 不是 你别着急 我回去拿啊 不是 你干嘛去啊 哎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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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傻丫头 来了 我来了 你累不累啊 你干什么呢 你 啊 这傻 钱 你干嘛 啊 你干嘛 你干嘛 这个是 你之前 给我的工资 啊 然后 这里还有我 卖菜存下来的钱 嗯 这么多的零钱都拿过来了 你这个傻女人 真的 啊 你这么这么傻女人 傻瓜 其实 其实 我只是想带你去街上吃一顿大餐 自从你知道我公司那边出了问题以后 你再也不让我带你去吃饭了 我知道今天 要是说要带你去吃饭 你肯定也不去的 所以我想说 你有没有钱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请我去街上吃呗 好吧 结果你想哪里去了 你还回去给我拿钱 你就不用了 这种 大来忽悠我的吧 哎呀 大男子我跟你说 欠点钱 不用害羞的 没有 我跟你说 只要是个好男儿 都得欠钱 没啥的啊 都得欠钱 我们慢慢来 慢慢的慢慢的展 一定会熬过去的 我陪你东山再起 傻瓜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你放心 我现在是有困难 是负责 但我是个男人啊 我再怎么去 我也不可能管你要钱的 赚钱那么辛苦 穿过黑的森林 却迷循着 你 睡不着 不能管我要钱 咋了 说白了 你就是没把我当自己人呗 特有 你拿着吧 我不会让你还的 哎呀 拿着 傻女人 我怎么会没把你当自己人呢 我把你看得比我任何情人都亲 你看 我妈都那样对你 你还是默默的站在我的身后 我又怎么舍得让你输呢 我一定会加强回款的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过上很好很好的生活 让你分一足食 让你过得跟猪一样幸福的生活 每天吃饱了睡 睡饱了 睡醒了 就吃 好不好 哎 我身体好 傻瓜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可是我现在要的是几百三千万 不是几百三千块钱 傻姑娘 你这里就不懂了吧 你才傻了吧 没有一块拿来的十块 没有十块拿来的一百块 有了呗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的女王陛下 可是 可是那么久都没有带你吃的好吃的 我心里面很故意不去 我觉得我现在自己 真的是很对不起你 什么都给不了你 哎 但是饭总是要吃的 而且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 好不好 走了走了 我带你去下面吃 走 不是 不是 现在都冬天都亏了 在下面吃饭 我还没说 知道吗 嗯 这样吃 喂 你怎么就不听了 我们现在吃个大餐吗 我去给你搞点菜 然后 然后 我们吃饭吃 然后一会儿 那边吃一会儿 那边吃一会儿 你送我回去 我回我家 然后我到我爸妈那边 我回我家去 我给你煮香肠 煮辣肉 吃你爱吃的蛇 蛇头 我的天哪 那也是大餐 美味的很好 我去得点菜 先做饭给你吃 你应该是饿了 唉 唉 唉 为了我 我去得这些傻丫头了 我绝对不能辜负她 我不需要努力 我妻子威慑 我妻子威慑 我都在站起 我绝不耐心 我发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